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要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亚伯兰俯伏在地 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经立你 做多国的父 我必定使你后裔繁多 众国度从你而立 众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方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作为永久的产业 我也必定做他们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必须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 这就是我和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是你们应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 这是我和你们立约的证据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 无论是家里生的 还是在你后裔之外 用银子从外人买的 生下来的第八天都要受割礼 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 都必须受割礼 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 做永远的记号 凡不受割礼的男子 必须从民中剪除 因他违背了我的约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妻子撒来 不要再叫撒来 他的名字要叫撒拉 我必定赐福给他 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他 他也要做多国的母亲 必定有百姓的君王 从他而出 亚伯拉罕俯伏在地 暗自发笑 心想 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亚伯拉罕对神说 但愿以什玛利活在你面前 神说 不 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做他后裔 永远的约 至于以什玛利 我也应允你 我肯定会赐福给他 使他昌盛 子孙繁多 他要生十二个族长 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 到明年这个时候 撒拉要给你生以撒 我要与以撒坚定所立的约 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 就离开他上身去了 就在那一天 亚伯拉罕遵照神的命令 给他的儿子以什玛利 和家里所有的男子 无论是家里生的 还是用银子买的 都施行了割离 亚伯拉罕受割离的时候 是九十九岁 他儿子以什玛利 受割离的时候 是十三岁 在那一天 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什玛利 一同受了割离 家里所有的人 无论是在家里生的 还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 也都一同受了割离 你在家哪儿八份 在家里 birth后 cat